3号 刘爽 其实今天 对不起 启明哥 我今天做了三份甜品 还有一份我是留给我心动女生 不干了 不干了 等我下次再帮你做 这是什么意思吗 大张伟老师这个 我觉得这份甜品你要是真的生气 可以抓他脸上 你看看 我送给你 我爸 不不不 不是剩给我的问题 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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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 好 真男人 真男人 这个是我做的芒果番茄 我觉得它特别像 我是很喜欢吃这个的 打开让你尝一个 好 还有一个送给启明哥 还真给我啊 送两个 谢谢 我愿意分享你们的甜蜜和快乐 谢谢 然后请接下这份甜品 你要跟我走吧 我昨天晚上为了拥接双十一 放进那个淘宝购物车的那些东西 我都帮你买了 说话算数 好 恭喜两位 你们俩将又获得我们约会吧提供的 每人一千元的约会基金 还有价值一千元的礼仪品包一个 另外还将获得海淘网提供的 海外海岛双飞游 自从那个Mr.Right然后匹配出来 我们俩是最合适的 我就开始关注他了 其实中间我会做一些烟雾蛋了 其实让他觉得我对他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一直是认定的就是他 我找到了 希望你们也都能找到 郎才女貌 刘嫂刚刚在节目当中说了 他一定要找一个听他妈妈的话 找一个比他妈妈还疼他的人 像我们的小伙张峰鸣有爱心 当他有一天从这个社会上 得到了很多财富之后 他还有这样一份感恩的心 在回报给这个社会 当他的女友购物栏里头的货品 已经是满满当当的时候 他只说一句话 我帮你去全把它买了 这样的男人一定是妈妈最爱的 祝福你刘嫂 张峰鸣 向时尚致敬 爱来衣 时尚容服 我们约会吧 欢迎各位的收看 可以在十一家园交易网报名 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报名电话 0731828712518287126 加入到我们的单身潮人party 另外要告诉各位的是 下载湖南卫视电视互动手机客户团呼啦 加入我们约会吧 节目工会 会有很多惊喜在等着大家 来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好 来 姑娘们我们一起全场亮灯 欢迎华阳先生 你看看三十位姑娘 选择不一位心仪的 好 心仪的姑娘已经产生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理论上最匹配的那位姑娘她是谁 好 来 有请Mr.Right 和男嘉宾最匹配的是 29号 废齐亭 29号 废齐亭 和华阳的匹配总分是72分 副局73个性是92 婚姻价居官是64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看这个 像不 像是吧 为什么匹配上我没比上她吗 因为我比她好 人品比她好是吧 什么都比她好 我们这舞台也不容易能找一个 跟你那么像的人出来 那必须啊 我不跟她像 跟谁像啊 她是谁啊她 她不姐啊 好 我们分清楚了 我看了半天啊 你笑起来好像她的前前任男友 真的超像 你这个是帮衬呢 还是拆弹啊 我觉得不像啊 她已经忘了是吧 没有啊 你妹妹到底弹了多少啊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不多不多不多 两个手能数得过来吧 数得过来 来 30位姑娘 一眼影响最近怎么样 好 各位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没有人灭灯 90后要求来了 你看四位来我们听听什么理由 就是感觉男嘉宾有太装了那种感觉 然后有点忽不住 男嘉宾啊 我看你一路走过来 就有种热耳风吹浪打 上次闲庭幸福的淡定劲 以我这种乱七八糟性格 可能没办法跟你一起一颗烟雨认平生了 所以我就灭了灯 实在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她特别像那种巴拉巴拉扯摸鲜那种 我觉得把这个是这样的 而且真的有才华 听不懂 对啊 中国的师叔特别厉害的这姑娘 记忆力特别好 别看脑袋小 记忆力好 太棒了 来 十七号宇宾 不要理会那些灭了灯的小妹妹 姐姐们都在这边支持你呢 谢谢 谢谢 虽然姐姐们长得都很像妹妹 二少五三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看你穿得这么保守 就特适合我们80后 谢谢 怎么讲 你还相对90后来说 我们80后的思想还是保守的 男嘉宾很好都看得出来 90后优势不多就是懂事儿 知道什么呀 尊老爱幼 咱妹妹们知道不要跟姐姐们争 我们知道虽然90后 80后 70后都爱我们 但是姐姐们没有关系 你们虽然没有男人的爱 但是你有我们好姐妹 80后呢她已经拥有了 成熟稳重的这一种亲手女吧 所以呢在我们在择偶的时候 并不会非常单纯地依据第一眼感觉 或者是说她们穿着等等的 就放弃了 而是我们会有一个纵观全局的眼光 我们希望去了解这个人 我想这是我们80后的一个 成熟的一种表现嘛 所以你看我们都亮灯 就区别于90后的 对 没有啊 90后依然很稳重 相对来说 很稳重 你想我们居上仪老师 一直都绝对稳重 双腰地插着看你 眼神杀了你的感觉就是 真的 我觉得这个是30个女的之中 最稳重的那个 其实女人有一些的经历 绝对是个财富 所以我们要特别地自信 而且我们现在依然是年轻的身体 但是成熟的思想是最好的状态的时候 没错的 好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VCR》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妮 我是一名音乐老师 我在一家培训班里面教育长递和赛克斯 我的主要学生都是从几岁到几十岁都有 这就是我的动作 虽然我是一名音乐老师 但是我从来不会唱歌 我也从来不会去陪跳舞 因为我唱得超级不准 所以我放弃这件事情 在北京这样的一个档花大都市里 我过的却是一个慢节奏的生活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我平时会比较自由 如果我上午有课的话 那下午就闲了 如果下午有空的话 那上课完诈就没事 所以我平时待在家里面 一般只是会看看电影 瘦瘦瘦瘦瘦 然后做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我的爱好呢 其实跟我一样都是慢节奏的东西 我喜欢养花养草 小鱼和乌龟 因为它们不像猫狗那么脏 而且打理起来比较方便 因为我工作生活爱好 都是属于一个慢节奏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找到另一半 它也是一个安静 温柔 席贴 最好还是长头发 现场的女嘉宾 如果可以接受我这样的慢节奏的生活方式的话 那么我们约会吧 所以我会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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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张厉害的 我们的女嘉宾 来吧 我们的男嘉宾 我们的女嘉宾 要是一个男嘉宾 这是女嘉宾 我们的男嘉宾 我觉得你好厉害呀 我身边学长笔的 都是吹的那种特别悠扬的 然后你今天吹的 还带Beatbox的 我觉得你超级厉害 我真的很佩服你 谢谢 谢谢 我们应该跟他PK一下 你俩都是小提琴啊 两个都是小提琴 我们俩都是小提琴 你是来一个还是来两个 来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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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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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战伟老师来 来试一下 我不是特别会比方 你还不过一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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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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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掌声在这里一点 来 今天就是完全就是随机的 你看看我们大战伟老师 这个应变能力 好不好 看看他的这个 我先试着我的嘴啊 艺术功底 好 好 好 第一棒子来了 这是什么事啊 我觉得这个只能配个妈祖 我真的不要你啊 不是 这配不了节奏啊 这只能配哭泣啊 好 谢谢两位 好 谢谢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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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惨了这个 你不能学点方块的东西吗 来 22号 苗宇 你的性格实在是有点太过于闷闷的了 如果你和大战伟老师 能够稍微中和一点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太完美了 我会那么累了 因为你看他养的动物都是乌龟啊 鱼啊都是很安静的那种 所以可能是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对 养鱼的时候 你不能让他跟大战伟老师的 又是挤眉 又是摇眼睛 跟鱼在那 对不对 我接受不了 但是不代表我们80后 其他的女生接受不了 对 但不单你还没灯好 你欣赏这种男人吗 我比较欣赏有才华的男人 谢谢 因为他刚才露的那一手 真的特别让我吃惊 因为我特别喜欢林静杰 然后林静杰也是吹口气 吹得特别好 所以也真的挺好的 我们大战伟老师也多才多艺 逼爆个词 觉得也很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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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 林静杰确实是棒 你模仿过他吧 我模仿过他 对 就在一千年以后 世界早已没有后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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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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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那个慈善机构似的鼓励我 没事 没事 吴丹呢以前在节目当中有个要求 就是说他只要是他喜欢的就是 他会把他的蛋糕店 交给这个男人去打理 跟他一起 你会除了会养乌龟之外 会做蛋糕吗 你那个乌龟可以当那个快递用 对不对 做完那个蛋糕 跟乌龟合上 乌龟说我走了 然后就爬 爬到那边那个人家里冰饭那边 咱们这边那个 宇薇长得多好看啊 觉得宇薇看起来也是安安静静的 你为什么 漂亮的 他特别像张伯之跟那个范冰冰的合体 对 跟加菜处一二 真的是 这么搞的夸奖 就是我是那种 比方说要说话干嘛 雷厉风行说干什么 就要立马就要干什么的人 然后我跟你说完了这事吧 你还慢慢悠悠拿乌龟去送蛋糕 我真的接受不了 你看看你 他没有拿乌龟送蛋糕 就因为你说了 是他说的 乌龟真的不慢了 我老觉得他是胸中有团寂寞的烈火 没人给他点 对 自己给他点上 对 所以 要不他不可能会吹萨格斯 你说萨格斯是全世界最性感的一个乐器吗 最慢慢的 对吧 就是 对 我好像还不是那个那个火柴 我就灭灯了嘛 来 各位 我们来了解一下男嘉宾 看一看他想找到什么样的爱情 他对对方有什么样的邀请 有请Mr.Rai 大考问 考问开始 你谈过几次恋爱 两次 他们都是多段年纪 80后和90后 如果现在一个80后 和一个90后女生在你面前 你会如何选择 我会选90后 80后的女生怎么得罪你了 因为他们会气势比较强 而且会有自己的想法很多很多 你得罪了台上16个女人 我问完毕 男嘉宾 所以我觉得你太有眼光了 90后不是说没有脑子被你控制 我们只是非常聪明 善于示弱 善于该撒娇的时候就撒娇 我也有自己的工作 我是专制的翻译 但是我在你面前 我就永远像一个小女生一样 还是崇拜的眼光看着你 对吧 对 你喜欢这款是吧 对 我觉得你也只能代表90后 只能代表你是这样 因为咱们居尚仪老师 绝对不是撒娇的那种 对不对 居尚仪老师 13号 特别冷 你又特别闷 俩人过日子特别合适 对 就说睡嘛 洗了啊 要玩点啊 就结婚嘛 就特别快 人生可能活30年 一共说30句话 就是这种特别的 省事就会过日子 我如果是对自己 心爱的你们两个人 决定在一起 我绝对是嫌不住的 哪方面嫌不住 嘴 我很欣赏能干净的才华 我现在在北京 有一个小小的乐队 但是一直没有演出的机会 因为我现在缺一个 非常优秀的萨克斯乐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当然你可以拒绝 就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乐手 所以我才现在一直没有演出 您是学什么的 我是男装定制设计师 但我坚持是一个架子鼓的乐手 印语的 对 对 很酷 很酷 他缺少一个那个 像我们大战维老师说的 最性感的 好感倍增 说到最性感的女性 那咱们不得不提到齐悦老师 来 齐悦 男嘉宾太有眼光了 我是对舞台上 唯一的一款奢侈品 是吊丝 是吊丝 我是属于那种羞达达的玫瑰 进去敲地开那种 是是是 对 你也可以叫我苦情山茶花 你头上顶的是不是 山茶花的造型 对 男嘉宾你好 你好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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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您说您名字里有一个洋字 然后人长得也很洋气 玩的乐器呢 也很洋气 你说你喜欢安静 温柔 体贴的女子 那你看我们80后这边 哪一个不安静 哪一个不温柔 哪一个不体贴呢 这明明就是我们80后的标签嘛 对对面的妹妹们 你们就贵安吧 这些不是你们的菜 哎哟 来了 我想跟你说啊 虽然我们90后不温柔不 不温柔不文静 但是我们体贴呀 对不对 哎呀 这个反驳一点意图都没有 好 姐姐们都是光说不练的 你在台上说我会做这个 做那个有什么用 我还擅长长跑呢 我给你跑一个嘛 对啊 你说了没有 说了没有 听见没有 说了没有 男嘉宾选80后还是没错的 我们是很贤惠的 比他们多吃了几年盐的 我来告诉你80后跟90后的区别吧 你刚刚看到他们 多多逼人的气势了吗 我们这边都没有 非常地强势地去反抗他们 因为我理解他 因为我们成熟 所以他们唯一有的就是年轻了 我想说男嘉宾你不仅霸气外露 而且深藏不露宣子 我们90后的确没有错 原因有三 第一 首先你要知道相似的人 适合一起玩耍 只有互补的人才适合一起变老 而且第二 我们很直白 的确男嘉宾上来 我们90后咄咄逼人灭了很多灯 但是男嘉宾你要知道 什么样才是伤人最深 就是给人希望 最后让人绝望才伤人最深 咱们就看看最后是 你们80后留的到底能有几盏灯 支持我们男嘉宾 而且第三 男嘉宾 我们特别体贴呀 你想我们80后的姐姐们 我们想住个房挑个地儿 都要想我得离我公司近 我要得工作方便 但是我们没有关系啊 我们男朋友住哪儿 我住哪儿 我们多体贴 只有我们90后在外边 可以坐得了武则天 回到家里还可以成为林带领 好 可以啊 就逛口啊 可以啊 哎 你看姑娘们这个 闹来闹去的好玩归好玩 但实际上还是想把你 拉入到他们那个阵营当中去 如果让你选择的话 80 90后好 这个舞台上 你最终可能会倾向哪一边 可能 可能是80后 哎呀 你看 输了 怎么回事 你们 好 怎么回事 他脾气再好了 他刚才还说选90后 然后输了一圈以后 他又选80后 所以你看跟那个 这个为什么 对话的时候 我觉得问题可能就在于 因为刚才80后姐姐 虽然说话可能有点狠 但是咱们不应该反驳 因为咱们应该作为一个 有休养的 对吧 就应该从慢慢地 但还可能这种 然后觉得反感了可能是这样 哎 你又说人家这个反驳的 这个没休养什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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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的嘛 不是啊 而80后刚说了你就开始了 哎 这边给我反了 哎 哎 那个谁 9号不行 10号 10号 他们非让我这么说的他们 他们说的 他们非让我这么说的 那好 姑娘们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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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号 17号 9号三盏灯 一分钟的时间 告诉男嘉宾 你为什么为他留灯 开始 我刚出来的时候就震撼了 我就被震撼到了 然后我就第一感觉就是 我们村长肯定很有喜欢 你身材的 然后你知道吗 我过来相亲 寄托了我们全村的希望 然后我要把你带回去 我们村的地就有人种了 带我走吧 李直播虽然是90后 但是长了一张80后的脸 有没有一种 可爱乡村非主流的感觉 而我就是那种 时尚简约国际范儿 男嘉宾别的我不多说了 我觉得天有天的高 地有地的厚 各有各的好 但我始终坚信 我是最漂亮的 也是最合适你的 黄河于北 对 别人姐最美 男嘉宾 你好 我只想说一句话 我是欧莱雅 你值得拥有 好 三位当中 只能留下其中的一位 我选择 我选择值得拥有 20号 吴丹 吴丹 24岁 本科 活动策划在北京 喜欢成熟稳重款的男生 选择我之后 必须得做我蛋糕店的老板爷 好 我觉得你喜欢我是 喜欢我哪个部分 我喜欢内在 喜欢内在 好 来吧 各位 看看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好 来吧 好 来吧